爱奇艺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李春 应该不会出现太尴尬的状况 没有合作过 第一次 双方都非常的高兴和惊喜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 一头帅气银发搭配超长霸气裙摆 李宇春的第四次嘎那之行就这么华丽开场了 法国当地时间5月14号晚 作为电影《吹梦巨人》的观理嘉宾 春春的亮相可谓是又一次吸引了全球媒体的目光 端庄 优雅 惊艳 美丽 李宇春在红毯上简直就宛如一只黑天鹅 称霸红毯 面对如此多的红毯礼服 如何选定这一块 还不都是因为一见钟情的缘故 非常快 非常非常快 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 几乎都是在忙专辑和演唱会的事情 那我只是大概看了一下一些礼服的图片 当然我对这套衣服的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我觉得它很美也很酷 然后来到嘎那以后就开始进行试装的工作 我当时唯一担心的就是我是否能穿得上 因为它很瘦 没想到非常的合适 只是对这个裙摆的部分进行了一些少少的调整 所以就它了 别看李宇春在红毯上表现的是从容淡定 其实走完整场红毯后 它也是出了一身的冷汗 毕竟超重的礼服 外加超长的裙摆 还是让李宇春的行动有些不方便 昨天其实所有的关注点都在裙子上面 因为那个裙子实在是太重了 行动起来非常的不方便 在红毯上面其实还好 但是只要有楼梯这样的地方就需要别人的帮忙 一套高定的黑天鹅礼服搭配总价高达1700万的珠宝配饰 李宇春高贵而闪耀 除此之外 少有的深微设计 也让春春多了几分性感 而面对这样一种大胆的设计 走在混乱的嘎那红毯上 李宇春真的放心吗 那非常安全 为什么 因为因为它是有它是有那个纱透出来的 它并不是完全漏在外面的 所以其实还是很安全的 没有什么压力 比如说不太感动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整个衣服都非常紧 应该不会出现太尴尬的状况 俗话说得好 美丽是要付出代价的 一套黑天鹅礼服是让李宇春赚足了闪光灯 全新的银灰色发型刚好与礼服相互搭配 这黑白配的经典款可不是你详染 就能染人 满意是满意 但是痛苦也是痛苦的 为什么都说 因为它得要做很多次的这个瓢头发 所以肯定是辛苦的呀 因为你要一直坐在那里 然后也会对头发有些伤害嘛 今年李宇春的嘎那行程就是赶赶赶 三天两夜的行程除了两场红款外 她还要接受近20家的媒体采访 想要喝口水都要见缝插针 而回国后的春春也没有停下工作的脚步 作为蔡依林演唱会的嘉宾 她将马上进入紧张的排列中 同为舞后的两人首次合体 将产生怎样的火花呢 她是因为她的演唱会嘛 就是跟她 就还挺熟的 然后她开口 我就觉得一定要去帮忙 一定要支持一下 那两个人都那么会跳舞在一起 这样这次的时候怎么样结合 我还没有跟她排 所以这个事情 我有一点小焦虑嘛 就是我们俩都没有合过 是单独进进的排练 然后我就特别怕 我来了一趟嘎那以后就全忘了 所以一有空隙的时候 我还看看那个视频 然后复习一下什么的 作为演员与歌手 正在筹备新专辑的春春 这次其实是抽空 前来参加嘎那电影节 而作为李宇春 自立门户后的首张新专辑 野蛮生长 睽違两年与大家见面 让歌迷们多少都有点 望穿秋水的感觉 等了这么久 春春终于要发新片了 因为我希望专辑 可以做得更加的极致和完美吧 对因为 并不是消极代工的一种表现 而是其实 花了更多的时间来思考 来做企划 来完善整个创意 希望它可以最终呈现出来的作品 是我自己想要的 这样的一张作品 万众瞩目的野蛮生长 也像其名字一样来势汹汹 发行消息一出 就立刻登上了热门话题堡 并获得了一次阅读量 据了解 两年没有发新专辑的李宇春 这次也是相当任性 一改传统的唱片发行方式 将分为野蛮生长四张数字一批 每张数字一批独立成章 以此发行 看来强势回归的他 这次是编了一个大招 准备霸听一整年的节奏呀 因为我之前做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做回跳舞的文艺青年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还是以习惯做有主打歌的 这样的一个形式来推专辑 但是我就觉得其他歌曲首先很浪费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 它不能完全极致地去表现那个主题 我觉得野蛮生长有太多可以做的一些东西 而且在跟很多音乐人的就是创作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了每个人对野蛮生长 它是有不同自己不同视角的 有的人觉得野蛮生长是一种态度上面 个人态度 有的人觉得我觉得是爱情 就是我觉得有趣就是在于说 大家给了更多更丰富的一些 一些供我 做这样专辑的一个一个 更加极致的一个内容 爱情娱乐 达纳报道